《大腸癌專題講座》 首先謝謝基督家、山家、路家醫療傳道會的邀請 我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大腸癌專題講座》 我也謝謝各位弟兄姐妹還有弗益夢的朋友都願意來參加這個講座 首先我在開始之前我希望把我自己為什麼要跟大家分享這個主題 我的心路歷程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1970年代我在台灣念醫學院的時候 我們在實習的時候在醫院我們看到的所聽到就是B型肝炎 那就是肝癌 比如說癌症病房很多年輕的病人、病患 還有甚至小孩子都是肝癌的病患 所以我的興趣一直在這方面 來美國以後我在申請腸胃專科的時候 比如說我到德州大學去做專科訓練的時候 我是跟他們講說我對這方面有興趣 那在MD Anderson那個主任都很喜歡這個主題 因為這個傳染病 B型肝炎傳染病導致的肝癌這個現象 他們很有興趣 所以他們都錄取我了 那後來我訓練出來以後 我在開始在做的時候 我門診很多病人也都是 通常很多亞裔的也是B型肝炎 雖然我做很多大腸鏡 但是我門診主要是B型肝炎 這方面病人很多 那有一陣子我也是在Stanford的 有一個中心叫Asian Liver Center 我想大家都聽過 亞裔肝臟中心 就是一個蘇起申大夫 他是原來是肝臟移植的外科醫生 那因為他自己個個是得了肝癌 所以他到了Stanford以後 他就沒有在做開刀的事情 他就大力在推廣這個B型肝炎 還有肝癌的事情 尤其在亞裔方面 那這個東西已經從美國推到亞洲各地方了 有一陣子我也是在他們那邊做義工 所以我一開始 我的職業生癌的前半部分 都是在注重在這方面 那一直到大概有幾年前吧 這個腳生他們需要人家做電話的專題講座 那我一開始也是講B型肝炎 跟肝癌的關係 但是過了一年他們又叫我再講一次的時候 我就上網看看他們請過的醫生講過什麼主題 那我發現他們胃癌食道癌這些都講過了 所以我就只好去找大腸癌這個事情 那在這個搜尋的過程中呢 我就發覺說原來肝癌在亞裔的人口中 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 那我在生癌的後半段我大部分就在宣傳這方面的問題 那想各位分享的就是這個大腸癌本身 為什麼在亞裔中那麼重要 那我希望在講完以後可以說服大家 認識到大腸癌在亞裔人口中的重要性 並且讓大家知道說大腸癌這個事情 是可以大概90%是可以預防的 那以下的大概一個小時時間我就跟各位分享這個問題 那第一張這個圖片呢 我大部分的資料是來自台灣的健保局的 因為這方面的資料是比較多 但是這個大腸癌的情況我相信在兩岸三地 在東南亞國家都是一樣 等一下我有一些資料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圖片呢 第一個我們就看到第一個是大腸癌是恐怖的文明病 那為什麼叫做文明病呢 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在轉型從發展中國家到發展 進步的進步到發展國家的時候 很多在經濟上起飛啊 我們在飲食習慣都改變了 那大家知道這個當這個生活習慣改變的時候 癌症本身的在一個國家發展的型態也發展轉型 那大腸癌是現在是醫學界大概公認說是最典型的 在發展中國家進步到發展國家的時候癌症轉型的一個最典型的範例 那這個原因呢就是因為可能跟飲食非常有關係 那等一下我會跟各位分享 所以這個圖片中呢第一個講到說 第一個大腸癌是文明病 第二個是跟飲食有關係 那第三個呢是講到說 這個大腸癌本身發生的頻率也是蠻高的 大概是每三四十分鐘大概就有一個人發生大腸癌 那大腸癌大概死亡率呢 每年的死亡率大概是從全球來講大概是五萬人左右一年 那這個概念呢我們怎麼說大概如果我們估算一下 幾乎是說我們每天是目睹一架中型的飛機摔下來 這樣的人數死亡 所以在不只是在亞洲呢 在全球本身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有三大重點 第一個就是大腸癌在亞裔族群還有在年輕族群的這個新的趨勢 那第二個是講到這個預防的問題 那預防有包括二級篩檢跟一級篩檢 一級的預防 那第三個在治療方面我會比較簡單的帶過 因為我想大家比較有興趣的是怎麼樣預防這大腸癌的問題 那剛剛講的說大腸癌是台灣的新在亞洲在台灣至少是一個新國病 但是我相信這個疾病的不只在台灣 在亞洲的所有國家 比如說韓國或者是兩岸三地 也會大家會開始去重視這個問題 那比如說肝癌剛剛講的肝癌 它是一個傳染病引起的癌症 B型肝癌長期的感染造成肝細胞的轉變 那個基因轉變變成肝癌的情形 但是大腸癌從2006年開始在台灣 我沒有大陸跟香港的統計或者其他國家 那在台灣呢 2006年是成為已經取代了我們的肝癌 變成是所有癌症發生的第一位 那連續十年從2006到2015年 十年下來都是站著第一位 但是我們也發現說 在幾年前我們看到統計數值開始下降 那台灣是在2004年開始做大腸篩檢 所以經過十年以後 我們發現大腸癌是有開始有 第一次看到一點曙光是有下降的趨勢 那我現在跟各位 跟美國跟台灣來做一個比較 在美國呢 篩檢的工作是做得很早 大概是從80年代開始 那我開始工作大概是 90年代初期 所以你可以看到從90年代初期到 2006年大腸癌不只在發生率 在死亡率都逐漸在下降 那大部分我們知道篩檢的情形呢 篩檢是希望說找到疾病的早期 因為在早期的時候 你就可以治療 存活率比較高 但是大腸癌是比較 特殊的一個情形 不只是死亡率減少 經過篩檢的關係 它的發生率也減少 我們知道譬如說乳癌 這些其他癌症 所有的篩檢並不能夠減少 這個癌症發生的頻率 它只能找 希望可以早期治療 但是大腸癌是一個可以預防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這一點 我今天要特別強調 希望大家可以正視這個問題 因為大腸癌 它的預防是相當容易的 如果大家願意去接受這個管理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是故障台灣 經過篩檢 他三年 他不願意去做大腸性檢查 結果他等到三年以後 他是大腸癌的替試期 那我隔壁鄰居 我自己一對夫婦 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每天跟他 他自己的小孩子 在練英學院 我每次跟他講說 你要做大腸篩檢 他們不願意接受這個觀念 他也不願意做篩檢 那還有我自己的護士 他自己現身得大腸癌 那我每天就跟他講說 你自己要做篩檢 他也不願意篩檢 那所以我 我感覺到說 要推展一個癌症篩檢的工作 有時候也不是那麼簡單 那我在Stanford 跟他們做義工的時候 也發現同樣的問題 在推廣這個B型肝炎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在 他們用的口號是說 三針護衛生 就是說你如果打三個 B型肝炎的疫苗的時候 可以預防肝癌 但是我們在做 在推廣的時候 很多時候來打真的都是 不是我們需要的這個族群 年輕人都不來打 都是他比較年紀大的在打 所以我發覺在推廣這個東西 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那希望說今天 藉著今天的講座可以 讓大家能夠更正視這個問題 那這個是在台灣的 從過去20年來 我們可以看到 大長的概率幾乎增加了兩倍之多 不管在男性女性 藍色的是男性 紅色的是女性 我可以看到這個趨勢 幾乎是快速的成長 那如果說拿台灣跟美國來比較 我剛剛講以前 我們不認為說台灣有這個問題 但是從這個統計資料 我們看到台灣 不管不只是發生率 或者是死亡率 都是現在是超過美國 這個是它2012年的統計 這個綠色的是台灣的 黃色的是美國的 不管在發生率死亡率都有同樣的趨勢 那這個就我剛剛講的 不只是台灣 在韓國也是 譬如說這2012年這個世界 這個叫一個全球癌症統計 所以他們在做這個資料的時候 我們發現台灣的發生率跟韓國發生率 居然是佔全世界的第一第二之高 那台灣跟韓國人都有一個同行 我們很喜歡吃烤肉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從這個可以看到有一些端倪 那這個是跟大家講說 譬如說在台灣經過十年的篩檢 我們在2015年第一次看到這個 第一次看到這個成長率是有在 開始有在下降 表示說篩檢是有效的 那雖然這個資料是台灣的 但是因為這個跟我們的飲食有關 所以在北美的華人 我們的生活情況跟在亞洲地區的一樣 就是因為亞洲地區進入開發中 從開發中國家進化以後 在飲食習慣很多是稀釋化了 那我們在美國吃東西 基本上我們的飲食習慣多少有了改變 所以我們所面對的飲食上的問題 也是跟台灣人或者是在兩岸三地的 大概是差不多同樣的情形 那剛剛是幾張圖片 跟各位解釋說 在美國經過篩檢以後 在發生率死亡率都下降 但是台灣在沒有篩檢之前 在過去20年我們大腸癌的發生率是 大概增加兩倍 但是我們也看到台灣 因為看到歐美國家的篩檢的有效的成果以後 再開始做篩檢 在過去10年我們也看到有一些成果 但是這個整個的概念 可以適用在我們 在美國的亞裔的這些群 我們的群體當中 如果說我們願意去正視這個問題 願意去接受篩檢的時候 我們整個族群 我們可以發現我們的大腸癌 也可以是可以預防 也可以早期治療 不只我們的死亡率下降 還有這個發生率也會再減少 那等一下我會跟各位另外講的是 這是在年輕族群的問題 那這第一部分 我是希望可以借著這些統計數字來提醒大家 要重視這個大腸癌這個問題 雖然這B型肝炎跟肝癌還是在亞洲國家還是 或者是在美國還是在亞裔人口中還是問題 因為B型肝炎是一個直線儀床 從母親直接傳到小孩子 小孩子一旦得到以後 我們現在很多的中年人還是有B型肝炎的問題 所以那個還是需要解決 但是我們現在面對新的問題是大腸癌的問題 以前我們不認為是問題 但是現在我們認為是很嚴重的問題 那我不曉得各位對第一方面 這個有沒有什麼樣問題要提出來 那沒有的話我第二部分要跟大家講的是 是先跟各位分享說 大腸癌在基因方面是怎麼樣的一個分配的情形 因為我們的篩檢是根據家族遺傳或基因 或者其他情況來做決定 那基本上我想大家 大部分人大概就是我們所謂的這種 sporadic 就是這個 並沒有什麼家族性 大概是70%左右 大概25%大概屬於說家裡有某些人的親戚是有大腸癌的親戚 但是我們所重視的親戚通常是一等親 一等親就是你的父母親或者是你自己兄弟姐妹或者你的子女 才算是真正的家族性的遺傳的有基因性的關係 但是雖然大概四分之一的人大概有這樣子 所以說你如果說你的祖父母或者你的阿姨你的叔叔有這些問題 通常我們不算在所謂的家族的遺傳裡面 那家族的遺傳呢 這個基因的突變是在種細胞 種細胞就是譬如說精子或卵子 所以它會遺傳下來 那的問題就是說家族性的遺傳 這基因是不確定的 我們目前不知道是哪一種基因引起的家族性的遺傳 所以我們只能根據家庭裡頭人口的數目 比如說你有兩位或兩位以上一等親有大腸癌 這算是家族重要的家族史 或者說你只有一位一等親 但是這個一等親的得到大腸癌的年紀在60歲以下 也算是比較 也算是一個高風險的族群 那其他的呢 比如說你叔叔阿姨我們就不酸在裡頭 那我們只能靠這樣的家族的病例來判斷這個人的風險 那如果說要基因檢測我們是檢測不出來 因為每一個家族它的基因是不一樣的 那相對的另外一種情形是那個所謂的基因的遺傳 基因的遺傳這個大概是佔百分之少數的 但是有兩類的情況 一類是所謂的 一類是所謂的 對不起 我再看看不太清楚 因為這中文我不會在習慣 所以我需要 英文叫FAP 那就是家族性大腸息肉症候群 那這個大腸息肉症候群這個是比較少的 這種病人很早期大概在年輕的時候就 腸內長了很多的腫瘤 那第二類是我們比較常見的屬於遺傳性 非息肉性的大腸癌 這些人他們 大腸大概就是在早期 年輕的時候就發生大腸癌 是在通常是在醫護病的大腸癌 不經過息肉的階段 那這一類的病人就比較難預防 因為他 四十歲五十歲突然就會出現大腸癌 那也沒有家族 一開始的時候 通常診斷的時候 自己不知道家裡有這樣的病例 那這一些這兩族群呢 都是在生下來的時候 這個也是總細胞的遺傳 所以生下來的時候就 因為基因是成對的 那如果說兩個都發生問題的時候 產生癌症 當然你一個基因 一對裡頭一個基因有問題的時候 癌症還會產生 但是他們生下來就有一對是不正常的基因 所以在很短的時間 在第二個基因發生突變的時候 就會產生大腸癌 那等一下我會跟各位分享大腸癌的基因的轉變 是怎麼樣的過程 那這個是剛剛講的這大腸癌 所謂的家族性大腸息肉症候群 那這些病人呢 他在大概在十幾歲開始 大腸裡頭就長了很多這種 細肉 這看起來有點像 我們的中國人吃的苦瓜 翻過來的樣子 通常是從肛門開始 大概十幾歲就開始 那我們碰到這樣的病人的時候 一開始就是幾百顆 那你也不可能一顆一顆都拿掉 所以 但是他們的大腸癌的風險很高 所以我們通常到達到二十歲以後 就建議他們把大腸拿掉 讓他們經過青春期 就整個大腸拿掉 那第二類呢是屬於剛剛講的 這個就叫做遺傳性非息肉性的大腸癌 就是這些人年輕的時候完全沒有息肉 突然間他就肚子痛來看門診 大概右邊的肚子痛 那通常大腸就發生在右側的大腸 那這些人不但是有大腸癌的風險 還有上消化到胃癌 還有其他卵巢子宮這些的風險 那通常如果說我們做大腸癌發現 病人是在年輕五十歲以下 在右邊大腸有大腸癌的時候 通常這些標本會拿去化驗 看是不是有這一類的基因 有這一類的基因的話 我們都會勸他們的小孩子 兄弟姐妹都要經過篩檢 那下面是百分之七十 大部分的人都是所謂的散發性的 沒有家族性的突然出現的 那這散發性的突發性的呢 通常是我們的身體細胞經過經燃累月 因為細胞要複製 可能複製有錯誤或者之後 跟環境的影響所引起的大腸癌 那如果說沒有家族病例沒有這些 剛剛講那個基因的話 通常大腸癌出現大概 大概就是六十幾歲左右 所以我們的篩檢就是 從大腸癌發生的前十年左右 大概五十歲左右做開篩檢 那大腸癌的基因呢 大致上我們可以 大腸癌的發生是基因經過一連續的 一連串的突變 它的突變有一定的順序 譬如說 一般我們知道有三個基因 一個叫 一個基因叫APC基因 APC基因 APC基因是屬於抑制癌症生長的基因 當這個基因失去它的活性以後 它就沒有抑制癌症生長能力 癌症就是在細胞複製的時候 它會出亂子 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所謂致癌的基因 這個叫Rush gene K-Rush gene呢 它開始活動 就第二步進展成 讓細胞繼續的惡化 那第三步呢 P53是最後 應該是說 APC跟RS兩個基因在 我看看有沒有這個 比如這個 從沒有 從正常的表皮 第一個AP基因發生突變以後 就細胞開始增長 在增長的細胞裡頭 在裡頭第二個基因在發生 Rush gene在發生突變的時候 這個脂肉就長得更大 那它最後一個P53應該是最後一個 基因發生突變的時候 就是這個 脂肉就可以 測變成大腸癌 那我們看到這裡有 它這個轉變的時間 大概都是二到五年的時間 那因為從沒有脂肉 到長成脂肉 到大腸癌大概是 最少是十年左右的時間 那因為這個窗戶期 就是我們可以篩檢的機會 很多時候 癌症沒有辦法篩檢的原因 是因為它成長速度太快 譬如說肺癌 你可能今年做個 低劑量的CT沒有問題 但是不保證說明年就沒有問題 所以篩檢 這某些癌症是可以篩檢 有些癌症是我們沒辦法篩檢的 那這張是跟各位顯示說 有家族遺傳的確定的基因 一生的風險很高 這些人是百分之百 剛剛講的長很多肌肉的 所以通常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把它大腸拿掉 因為到三十歲左右就會產生癌症 那另外一個非遺傳性大坎 一生的機會也是蠻高的 那其他的呢 就是跟譬如說你有一個 一等親或者是有兩個一等親 家族裡面有一等親 或兩個一等親它的概率是增加的 然後或者是一等親有六十歲 通常在講六十歲以下的時候 它的概率也是比較高 所以剛剛講的是說 基本上我們大腸癌的風險的分類 大概就是你有沒有家族死 然後你有沒有家族死亡 這樣才是怎樣 還欸 有 沒關係 剛剛各位分享的是說 大腸癌根據通常在家族十分類的時候 我們看的第一等親 然後有一些是 是剛剛講的這種 這種有基因可以確定的 這些是可以做基因的counseling 然後可以去檢測基因家屬 是可以先確定有沒有這些 比如說家族裡面有帶這些基因的話 是可以先做檢測 這些篩檢可以早期做的 那大部分的人大概大腸癌 因為是出現在六十幾歲左右 所以篩檢大概是從五十歲開始做篩檢 所以我們篩檢的方式是根據你的個人的風險來做決定的 那我剛剛要講大腸癌篩檢的重要性就是因為它不但可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因為癌症早期當然就是治癒力很高 但是更重要的呢 因為百分之九數以上的大腸癌 都是從先前的息肉開始 所以當你把息肉拿掉以後 就不會產生大腸癌 這是比早期更早 比如說癌症的零期或者零期以前就拿掉的話 就不會有大腸癌的問題 這個是講跟各位講到說 從良性息肉變惡性腫瘤的機會的時間是很長 那第二個是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大腸癌是來自這個息肉 所以我們是可以預防 因為沒有息肉就沒有大腸癌 這個大概是百分之九十九十五 這個聲明是正確的 但是剛剛講的有些遺傳性的 就是他沒有經過息肉階段 直接就產生大腸癌 這些是我們沒辦法預防 那講到癌症的篩檢方式呢 大家大概比較有問題 就是說到底是做哪一類的篩檢 那當然這篩檢的方式是根據 到底有沒有足夠的專科醫生 可以做這篩檢的工作來決定 譬如說在台灣的時候 或者是以後可能 相信現在在大陸在香港 他們如果說專科醫生不夠的時候 你只能做某些程度來篩檢 或者是比較簡單的篩檢 譬如說做糞便的前血檢查 但是如果你的專科醫生夠的時候 可以做譬如說大腸鏡的篩檢 譬如說早期的時候 我們大概都是用糞便的前血檢查 那現在因為人數 這個專科醫生比較夠了 我們現在的建議 篩檢方式有分幾期 就是第一個層級 第二個層級 或者是第三個層級的篩檢 第一個層級是大家一般認為是比較有效 或者是目前我們希望大家接受的方式 那如果不願意做大腸鏡的人 我們希望他們做前血檢查是每年做一次 那如果說願意做大腸鏡的話 是大概每年做一次 每十年做一次就可以 那這兩個是一般能夠接受的方式 那常常有人會問說 那是不是有其他的篩檢方式呢 那就是第二層級跟第三層級 第二層級譬如說 可以用大便前血跟大便的DNA的變化來做篩檢 那這個一般來講現在還是比較少人做 因為它還不是百分之百可以檢測出來 這些所謂第二層級第三層級 它有所謂的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大家都還沒有願意去接受這樣的檢驗 比如說大腸用電腦斷層做大腸的草妙 大的問題是說 現在很多癌症產生的時候是扁平的細胞 那你電腦斷層不一定看得出來 或者是你腸子沒有清淡乾淨的時候 會有假性的陽性 因為這洗肉其實只是沒有清淡乾淨的那種糞便 所以做的時候你說沒有事 你也不確定說百分之百沒有事 有事的時候你還是要做大腸精 所以大家也不太願意接受這個 當作是第一個層級的掃描方式 那結腸精是很早期我們都說 因為結腸精很快不需要麻醉 所以一次可以做很多病人 但是結腸精我常跟病人講說 你做結腸精的時候你可以做 就像女性做乳房摘檢的時候 只做一邊乳房 因為結腸是只有在左邊大腸 所以不是完全的檢查 雖然它可以從公共衛生的角度 公共衛生學的角度來講 它是可以減少大腸癌概率的 那你可以普及到比較多人 但是問題就是說 並不是完全的篩檢 所以也不是最好的方式 所以我們把它排在第二個層級 那另外一個第三層級 就是用所謂的藥丸相機 那藥丸相機就是 有電子 電腦晶片放在一個小的藥丸裡頭 那你吞下去藥丸在 經過你的胃部小腸大腸 它可以捕捉這個畫面 可以看大腸小腸有沒有長東西 但是問題是說 這種藥丸 並不是可以說你可以遙控的 所以它的 在腸道裡面 經過的方式 是它跟著腸子的蠕動來決定的 所以有些地方你可能造不到 有些你可能藥丸就停在那邊 造的頻率很高 所以也會有失誤的時候 所以這些都還不是 現在發展到很完善的決斷 所以基本上我們使用的就是 每年的淺血試驗做篩檢 或者是每十年做大腸性的篩檢 那這個是跟各位介紹 如果說 這席肉它在長到 這個是席肉有癌變化 在很小的時候 我們拿掉或者它有癌變 只要它還沒有侵犯到黏膜下沉的時候 就切掉都可以完全避免大腸癌的發生 除非說它已經進到腸壁 穿破腸壁了 這個就 大腸性就沒辦法處理這樣的問題 那有時候如果說這個是很扁平的一種 息肉的時候 電腦斷層是檢測不出來的 所以剛剛從篩檢的方式 還有介紹根據家族的風險 我們可以跟對不同的風險族群的篩檢做一個建議 就是有一般風險的或者增加風險的族群 以及高風險的族群來做一個篩檢建議 那對於一般我們大腸癌 如果家裡沒有什麼一等經有大腸癌的病例的時候 我們通常建議是從50歲開始 那你可以選擇做大腸鏡或者是前血試驗 那我剛剛講大腸鏡是每10年做一次 那前血大概要每年做 但是我跟各位講我自己的經驗 我有病人連續7年的前血都是陰性反應 到第8年他決定要做大腸鏡的時候 就發現大腸癌 所以前血還是有它的缺點 因為它前血試驗是根據你做 因為你是選擇一天 一年裡頭做一次吧 那就選擇一天做糞便的篩檢 但是如果是息肉小的時候 或者是息肉不出血的時候 你是檢測不到 那你下次再能夠檢測到的 就要等一年以後了 所以有這樣的問題 那對於增加風險的族群呢 通常增加風險的族群 第一個是講說有 家裡有兩位或兩位以上的一等親 或者是你只有一位 但是至少那一位一等親 是在60歲以下得到大腸癌 這也是增加你的風險 那這些人都 我們篩檢的時間是比較短 大概是3到5年 一般應該是說5年 如果除非是像第一項說 你有患大腸線性 曾經有息肉拿掉 那就根據你第一次做的時候 你息肉的大小 息肉的數目 還有它的病理變化 你決定病人是3年回來 還是5年回來做一次 那對於這個最高風險的族群呢 剛剛講的家族性的大腸 息肉症候群 以及傳染性非息肉 遺傳性非息肉性大腸癌這些人 我們大概在他們第一類是大概 青少年起十幾歲就開始做的 第二類的大概是20歲 而且他們是每年需要做檢查的 那其他第三 第四項是 慢性大腸炎 這個我就不提了 那我剛剛跟各位提的就是 就是所謂的大腸癌的篩檢 篩檢是屬於二級的預防 二級的預防就是當病灶發生以後 在病灶發生 變成惡性以前 能夠把它阻離掉 但是初級的預防就是 我們可以怎麼樣的預防 讓這個病灶都不要出現 那在目前我們所知道的呢 大概就是經過飲食習慣 有一些化學預防呢 比如說 阿斯匹林或者是 非類固醇類的消炎藥 比如說我們市民買的 Moltrin 或者Ibuprofen 這一類 它是可以抑制 脊肉的發生 但是呢 因為這些藥是有 副作用 比如說胃粗血 胃潰瘍 然後這些預防也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通常只建議之後 有帶有這種基因 特別基因群的人 或者有大腸癌病例的人 我們在建議吃這個藥 一般來講 我們沒有特別的大力推廣 去建議吃這個藥 那 在飲食習慣生活方面呢 在醫學界我們普遍認為說說 它是這些飲食習慣的改變 是可以預防大腸癌 那在 有兩個機構 一個叫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 另外一個機構是美國癌症研究所 這些機構它每幾年都會發表新的報告 飲食習慣跟大腸癌 以及其他癌症的關係 那它最後一次發表是在2017年 這邊是講到 有些確定的就是 有些是很可能發生癌症的這些 風險增高或風險降低的方式 我們可以做了 那因為這個表太複雜 我把它整理到 下一張讓大家可以清楚看一點 就是大腸癌可以修正的 風險的因子 那在增加風險方面呢 我們看到這裡有講到 紅肉 還有這個加工肉類 2A是屬於說很可能的 那第一級的風險呢 加工肉類呢 這是幾乎可以確定是 增加大腸癌的風險 那肥胖也是一個問題 然後酒精 這邊很奇怪 它身高也認為是一個風險 但是身高基本上它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它可能是遺傳 你生活環境的飲食 所以身高本身不是大腸癌的風險 而是身高造成身體比較高大 它從飲食環境各方面影響 所以這個方面 我們不是比較 不確定說身高是什麼意思 那其他有些降低風險的因素 剛剛篩檢講過的 運動還有一些鈣片 維生維他命D都會有 幫助減低風險 還有如果飲食方面 在纖維素乳類食品 多吃一點可以減少風險 所以在這裡 我要特別跟各位強調的是在 飲食方面的紅肉跟加工肉這方面 因為這方面是我們比較 就是跟我們的飲食西化是非常有關係的 那從很早我們就知道 這個油脂類吃得多的時候 這個得大腸癌的機會也是比較高 在這個圖表上 這是一九七幾年 這很早就知道這個情形 就是說有些紐西蘭澳洲 美國加拿大這些國家 油脂消耗 消耗比較多的地方 這些國家的風險都是比較高的 所以這是早就知道了 但是為什麼或者是 它的確定性都是最近才 這個大腸癌的確認 這個大腸癌的確認 這個也是一九七幾年就知道 就是從我們的大腸癌跟我們的 飲食的關係 比如說在紐西蘭 美國這些 肉類使用比較多的國家 大腸癌的發生頻率也是比較高 所以這個為什麼我們說 這大腸癌是一個文明病 為什麼一個當國家進步 經濟成長飲食習慣 也進化從多吃纖維的生活習慣 改成多吃肉類 或者是精緻的食品的生活習慣的時候 我們看到大腸癌的概率是增加了 那這個是講到 剛剛講那個紅肉的問題 那紅肉跟大腸癌的關係是怎麼樣形成的 那這是包括 我這邊是用燒烤肉類來跟各位解釋 那有兩個致癌物質 一個叫做多環芳香探氫化合物 另外是易黃胺 那第一類這個化合物呢 是跟肉類的油脂有關係 那我們知道我們在烤肉的 譬如說我們在烤肉的時候 這個肉加溫以後 這油脂會滴到炭火上 那在滴到炭火上 讓這個油脂就會變成一個致癌物質 叫做多環芳香探氫化合物 那這個化合物跟著煙燻上來 燒到煙肉的時候 這個致癌物質是在煙燻的 肉類的表面 這本身是致癌物質 所以在衛生署對於燒肉這些肉類 它是有一定的標準值 看這個致癌物質應該在多少的範圍之內 那另外一個致癌物質在肉類方面的問題 就是高蛋白質的食物裡頭 它在加熱以後會產生所謂的液晃氨 那這比較明顯的例子 就譬如說肉直接接觸高溫以後 尤其是在我們吃肉的時候 烤焦的黑色的部分 那是液晃氨最多的部分 所以那個部分是屬於致癌的物質 而且這個肉類特別是在紅肉 在白肉 比如說雞肉 或者是火雞肉 並沒有這樣的問題 特別是紅肉 因為紅肉它含這兩個氨基酸 一個是雞氨酸 一個是左旋丙基彼氨酸 這兩個氨基酸 它在加熱以後 它會產生液晃氨 這液晃氨在經過肝臟的消速的代謝 到大腸癌就會引起基因的突變 所以特別是肉類的紅肉的種類 再加上肉類裡頭的油脂 是造成大腸癌 或是導致癌症的主要原因 所以這邊跟各位介紹 所有經過油炸油煎 或者高溫熱炒的一些食物 不管是蛋白質或是脂肪 或是碳水滑芙 都有產生致癌的可能性 當然這個熱炒這個炸油煎 是大家都很喜歡的 口味是很好的東西 我不是建議說大家不能吃這個東西 只是說 我自己也很喜歡吃這個東西 只是說大家要稍微忌口一下 另外一個也希望大家忌口 就是所謂的加工食品 尤其是加工的肉類食品 中國人很多吃臘腸、香腸、肉鬆 這些都是所謂的加工食品 但是這已經被列入所謂的一級的自癌物質 那在西方裡頭 譬如說培根、羊 這些都是屬於這一類的加工食品 那加工肉 它自癌的原因最主要是因為肉類 有加入那個硝酸鹽 那硝酸鹽呢 它最主要可以保持肉質看起來是 但是它顏色鮮美 但是這種硝酸鹽 在我們吃到人體以後 經過人體腸胃 腸道菌的作用會產生的亞硝胺 那亞硝胺是非常 就像那個 它是很強的致癌物質 像台灣的代歐心類似這種 都是屬於非常嚴重的致癌物質 所以剛剛跟各位特別講到說 為什麼紅肉跟加工食品 在現在已經列入一級 或者是2A級的致癌物質的風險 的致癌食物 所以在這兩方面 希望大家可以 記在心裡 記在心裡 在飲食的時候稍微 節制一點 那最後再跟各位很簡單的介紹 大腸癌的症狀 大腸癌的症狀 它是根據生長的部位 我們是有不同的症狀 尤其是大腸癌的 比如說我們右側大腸 因為口徑比較粗 所以它不容易造成阻塞 也不容易造成疼痛 大部分 早期的情形都是病人來 就是有一點貧血的現象 缺鐵性的貧血 如果是長在左側的時候 左側的腸壁比較小 所以它阻塞的機會比較大 比較容易有疼痛的症狀 如果是長在靠近肛門的部分 大部分主要的症狀是出血 所以症狀的出現 是根據癌症生長的部位 是有關係的 那治療方式基本上 如果是早期發現在第一期 第二期的時候 都可以外科解決 甚至它通過腸壁 只要是沒有淋巴結受影響 都是屬於二期之前的 那外科大部分可以解決 存活率是蠻高的 到了第三期如果淋巴結有 或者是第四期 轉移的時候 就治療上比較困難 那大腸癌是比較特殊的時候 的情況是說 如果轉移到肺部 或者轉移到肝部 如果是只有 一顆或兩顆的時候 通常我們可以用電燒的方式 或者外科的方式把它切掉 或者位置有轉移 肺部有轉移 切掉的時候 存活率還是蠻高的 我故障自己就是 它有肝臟轉移 但是因為它年紀大的關係 它沒有切除用電燒的 它大概有五年了 它現在還是存活了 那我有個朋友是 轉移到肺部 它切掉了它十年了還是 現在還是存活的蠻好的 所以大腸癌是跟其他的癌症治療 也有些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個圖片只是提醒大家說 如果你是在早期發現 第一期第二期的時候 治癒力是蠻高的 如果等到第四期的時候 就存活力就下降 所以還是再次講到篩檢的重要 那我最後幾分鐘跟各位分享就是說 常常在報紙上會出現這種偶爾的消息 所以年輕人有這種大腸癌的情形 有一個是14歲 我撿了很多簡報都有這些 但是我只是拿兩個例子 22歲有大腸癌 有時候你看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這是特殊的案例 但是我後來發現 現在大家在講的是說 我們最近比較近的 在最近20年大家發現就是說 在年輕族群大腸癌的發生頻率 也正在急速上升當中 尤其是20到29歲的族群 它的成長率是最高的 那這個不只是在台灣 在美國在歐美其他國家 也有台灣的趨勢 雖然這個問題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我們大家還不知道 一開始他認為是歐美國家 肥胖的問題 剛剛我們看到在台灣也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現在還不太確定是怎麼樣的問題 那它發生的部位通常在左邊的 左邊的大腸 所以常常 比如說在以前年輕人如果說 來看你說大病有出血 我們就認為說痔瘡沒有關係 那現在我們不敢這樣大意 這時候有出血 我們還建議他們做大腸鏡 或者是直腸鏡的檢查 因為這頻率增加的關係 那這個圖片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看到50歲以上的大腸癌 不管男性女性 因為篩檢的關係在下降之中 但是在年輕族群的20歲到49歲 它的趨勢是在急速的上升 這是在過去20年我們發現的現象 發現的現象 然後不只在這邊是在 特別是講到20到29歲這個族群 它上升的每年是大概3點 從1987年來 每年是3.8%的上升 那30到39歲是2.2% 所以我們看到年輕族群 是特別是高風險的族群 雖然現在沒有所謂的 要篩檢的年輕人 因為雖然他們速度很快 但是整個比例來講 還是占的比較丟 所以大部分的篩檢 還是在焦距在50歲以上的篩檢 那這個是跟大家講說 在年輕人的篩檢 在加拿大 在英國 也發現是同樣的趨勢 所以我等一下 這個最後一個video 是給大家看一下 大腸癌是怎麼樣形成的 不過我剛來回顧一下 剛剛跟各位分享的第一個是 讓大家了解說大腸癌的趨勢 確實在亞裔人口中是呈直線上升的趨勢 那第二部分跟各位介紹的就是說 怎麼樣去認識它的風險 那根據風險我們可以做篩檢 那篩檢是非常有效的 它不但可以增加存活率 也可以減少大腸癌發生的機會 那第三個部分跟大家介紹的是 在飲食方面我們怎麼去注意 可以做初級的預防 就是因為你飲食預防的話 你產生息肉的機會也是比較小 那即使息肉產生 我們還有第二級的篩檢的防止 可以預防大腸癌 那最後一個我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在年輕族群中我們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我們自己的小孩子 在他們飲食方面我們也有很多 也是要宣告他們 像在座的各位有小孩子的 大概現在飲食習慣 現在你去很多餐廳 他們就所謂的Fusion 到日本餐廳不一定 都是傳統的日本飲食 他們就有燒烤等等這些東西在裡頭 所以還是要提醒他們 那最後這個Video 我請童光幫我放一下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大腸癌症 好 這是我們的大腸 我們大腸裡面有很多黏膜 黏膜是很多腺體組成的 大家看這個黏膜 裡面就是一個 一個 每一個頸就是好多好多 小粒小粒的 這個是黏膜細胞 好幾顆 構成一個大腸裡面會分泌黏液 接觸到這個糞便很容易突變 那我們大腸的黏膜細胞 分裂很快 六天會分裂一次 啟動當然由 細胞裡面的細胞兒的染色體 待會我一個動畫更漂亮 會介紹這個染色體 然後它六天會分裂一次 所以 因為很容易分裂 很容易受到這個環境的致癌物影響 那我們現在知道這個 剛剛講的那些分子 致癌分子 代曉辛等等就是 會加速不正常的分裂 使它加速 就是這些像代曉辛 益凡人這些 很特殊的分子 那現在已經 這個只是分子 很小喔 會跟細胞膜上面有一個接受體 我們叫弱氨酸動態酶 一結合的時候 立體構造改變 然後漂浮在細胞膜的兩個 改變構造的 不小心噴在一起 就會 延伸出很多訊號出來 都是磷酸化的訊號 這個都已經科學都知道 這個名稱都知道 經由六個 一個 兩個分子 第三個分子 這個次序也知道 Pass到第四 第五 第六個分子把它 訊號帶到我們的細胞核 通知DNA 那進入我們的細胞 細胞的構造就是很多管子 奈米構造 然後從中間有一個細胞核 細胞核有一個窗口進去核窗 裡面是另外的世界 裡面都是螺旋狀的染色的DNA 螺旋狀的 都很穩定 由這個黃色的穩定蛋白質結合起來 那個訊號進去做什麼呢 開始啟動很多的酵素 開始把分解 把雙骨的DNA 自動拆成單骨 那一條就變成兩條 那每一條再COPY 自己結合對應的核肝酸 最後開始兩套了 細胞就分裂了 意思說 我們次能這些東西會刺激它分裂 但是我們人體有一個節制的構造 分裂五十次左右 六十次左右 會自己凋零死亡 那癌症就是這一群不會凋零的 兩個、四個、八個、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一、二、八 就一直這樣長 接觸到這些致癌物 長長長長長到一個size 一個大小的時候就長不下去 因為營養沒有那麼多 也要有一些物質來供應它生長 所以一般是多大呢 0.2公分 到了0.2公分就長不下去 這個時候 癌症、癌腫瘤要繼續長下去 一定要跟我們的身體 接瓦斯、接電、接自來水 它會分泌一種分子 我們叫做血管增生因子 刺激人體的微血管細胞增生 沿著訊號來源長進去 就是所謂的癌症、血管新生 這是很要命的一步驟 腫瘤遇到這個步驟就不得了了 血管把它長進去 原來沒有血管喔 結果我們人體乖乖地長血管進去 來餵它 一花不可收拾 如魚得水長得好大好大 腫瘤長到相當大的時候 這個新生血管也變得很大條 我們的腫瘤就會溜出去 腫瘤乖乖乖長在那邊不會害人啊 可是這個跑出去才可怕 癌症就是會轉移的 不會轉移的就是良性腫瘤 這個會跑出去的不得了 剛開始只跑進去幾顆沒關係 剛開始我們的人體的免疫力很好 大部分會發現這個不同的癌細胞 這個是異類會經由免疫系統把它消滅 可是總有一天有漏網之餘 從大腸經由肝門經脈最容易跑到肝 我們腸癌最容易跑到肝 跑到肝臟的時候 肝臟的免疫系統又沒有察覺它 讓它活下來冒出來 就是產生所謂的肝臟轉移 癌症最可怕就是這樣 它的細胞到處亂長到處 所以這個影片是告訴大家說 現在我們知道是 怎麼樣的這些致癌物質 可以引起大腸癌 那現在很多的標靶治療 也是根據我們了解的這個基轉 可以去譬如說一開始的時候 在細胞表面的分子讓它不結合 可以避免癌症 就治療這個癌症 這標靶治療的一個方式 另外一個是血管增生到 滋養癌症成長的時候 有減少血管 抑制血管增生的這些藥物 也是可以治療大腸癌的 另外一個就是這些致癌物質 我們叫避免 因為這跟瘋癌症習慣有關 那我今天講 花了一個小時講這些 就是希望大家了解說 這個大腸癌在亞裔群組 確實是我們需要正式的一個情況 那第二個就是說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有很好的預防方式 90%以上是可以預防的 那大家 大腸癌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 大家不要有心存恐懼的心理 或者是排斥的心理 希望大家可以 把這訊息傳給你們的親戚朋友 大家可以一起來做這樣的工作 讓我們在亞裔群組 可以做一個良好的防治 去預防 我謝謝各位時間 谢谢大家